万里区野柳国小办理开学隐形的活动 一早校门口校长会长以及主任都以帅气的海军装来迎接新生 就是希望已有精神的海军 除了要将经过长长暑假后早起上课的学生给唤醒 更加也是希望展现野柳国小长期推动海洋教育的精神 让孩子们从日常生活中扎根海洋之子的生活时间 野柳国小长期推动海洋教育 那其实我们今天有特别精心设计的就是请校长主任老师们 就是共同透过帅气的那个海军服 然后来迎接我们的小朋友进入到这个校园里面来 那今天有规划了很多的闯关活动 像食欲教育从穿桌上永续海洋 或者是那个救生衣的一个穿着 那我们觉得水域活动对于我们的孩子非常的重要 在校门口的迎新仪式之后 学校内也透过海洋闯关活动 让学生体验守护海洋永续的生活行动 野柳国小长期推动海洋教育 除了牺手社区伙伴共同合作 也希望将海洋教育落实到生活之中 这次迎新的活动让新生操作穿着救生衣 了解水域安全防护的重要性 也从体验海鲜选择指南的钓鱼游戏来认识食欲红绿灯 从生活饮食中来永续海洋 那另外呢我们的护理师也做了一些就是护眼啊 或者是那个COVID-19的一个防疫措施的一个宣导 那在我们的开学典礼里面 也有做有三校园的宣导 那我们希望呢小朋友呢 除了能够永续自己家乡的海洋之外 那也能够透过这些宣导呢 能够去落实在他生活里面能够去保护自己 然后健康安全的来进行相关的学习 还有在开学活动中安排生活减速和护眼大作战等闯关游戏 并进行的友善校园的宣导 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爱地球 也守护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希望透过不一样的开学活动 让学生们赶快收心回到校园 也让新生透过活动更加的认识新环境 准备好进入野柳国小这个守护海洋有序的海洋校园 继续浪平行 万里采访报导 好 好 好